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Hi my dear frie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the lesson for Aural English today 好 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口语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topic是什么东西呢 What about the topic? Let's check it out That is love and relationships 什么意思啊 关于这个 怎么说呢 字面意思 你可以把它叫做谈谈情 说说爱 是不是啊 对了 我们探讨的是这个亲密关系 是这样的一集 那么好了 比如说某一个男生 说是最近对某一个女孩 被心生爱慕 比如这女孩叫做Sarah 好 那么这个名词 好多人是容易读错的 不是Sarah 不是这是错的 Sarah 这样的 好了 说是我想跟Sarah去认识一下 那么这时候她该怎么表达的呢 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句子 叫做 I want to go out with Sarah Can you put me in touch?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对某个女孩 心生爱慕 然后找一个中间人 帮着去牵线搭桥 对了 I want to go out with Sarah Go out with 各位 就是这个和某人一起出去 其实这个就在英文之中的 代表这是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了 是吧 它是这样的 Can you put me in touch? Put me in touch? 我们平时有一个短编叫 Keeping touch 保持联系 对吧 那么put me in touch 就是把我放进这个联系之中去 意思就是请她去帮着牵线搭桥 这个go out with 在咱们今天后来的简介之中呢 回头大家还会遇到 好 那么接下来再看这个怎么说呢 Why don't you ask her out yourself? 为什么说你自己不去约她呀? Why don't you ask her out? 就是要求某人出去 带某人出去 是ask somebody out 这样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出去 用出去表示这个亲密关系呢 这个是在不管英语还是美语之中 都是有的 那么很有意思的一点呢 我们往往认为这是英国人更为正统 更为formal 对吧 更严肃 其实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从措辞上来讲 好像英国和美国还正好是相反的 你看为什么这么说 英国人说 ask someone out 或者go out with someone 他是用这个表示说是和某人去约会 你看美语之中是怎么说 他是这样 ask someone on a date on a date 你看这个说法的话 就比这个说是跟某人说这样 这个就比较正式一些 是吧 请某人去赴一场约会 对不对 或者是go on a dat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呢 和这个相比 你从这个 浅词造句上 就能看出来 哎 这两种语言呢 还是有所区别的 是吧 尽管说同是英语 好 那么接下来啊 如果说是这个 啊 约会成功了啊 也开始相处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别人有一天 问到这个小伙子 说 哎 最近 这个有没有开始约会啊 啊 那么这怎么说呢 啊 咱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句子 are you seeing anyone at the moment are you seeing are you seeing 这是一个什么 你正在看吗 不是这样的 现在进行时 可以表示一个什么呢 一直在频繁发生的啊 这么一个动作 对吧 啊 你是一直在持续着啊 昨天见了 今天见了 明天还见 天天都见 are you seeing anyone 他可以这么去表示 啊 每天见的那个人 肯定就是说 啊 the one that you fall in love with are you seeing anyone at the moment 啊 现在跟某些人 什么约会吗 那么说啊 你们这个相处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two been together how long have you two been together 啊 用了现在完成式 然后说了啊 we've been together for about five months 啊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 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了 是吧 啊 那五个月的时间了 大家也知道啊 难免磕磕碰碰 对不对 啊 这个时候如果说吵架了 怎么说呀 哎 吵架了不是说是we quarrelled 啊 不是这个啊 你看这个恋人之间吵架 叫做什么呀 啊 a broken heart here 叫做啊 we are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这表示什么呀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啊 关系有点僵 哎 这个意思 为什么僵呢 呃 因为上次大吵了一架 哎 怎么说呀 叫做 I think things have gone a bit sour 我认为啊 我们之间的这些事情 have gone a bit sour sour是什么意思 酸的啊 这个酸呢 不是指酸奶那种酸 酸奶那不叫变质 那只是味道的酸 这个呢 这表示变质 说我们的关系有些恶化啊 什么时候呢 since our last fight 自从我们上次大吵了一架之后 你看这个fight不一定非得是打架啊 也可以用它来去形容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这种冲突啊 since our last fight 哎 来 咱们一起把这两句话练习一下 we're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we're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不要把这个词说成是difficult 这就错了 是difficult difficult 都是很干脆的 we're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I think things have gone a bit sour since our last fight 这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哈 这个该经历的也经历过了 这个 该好的也好了 该吵的也吵了 最后呢 彼此认清啊 咱们就是眼中那个正确的人 这时候怎么办呢 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叫做 propose and engage 就是说是求婚 与订婚的这个阶段 那么说 我将要去订婚了 怎么说 有这样的一种表达 叫做 I will propose to her tonight Where's the ring 我今晚将要propose to somebody 就表示向某人求婚 propose是什么呢 本身大家知道有建议的意思 对吧 如果说是向某人建议 propose to her 那这不是说是建议了 而是后边 毕竟后边没加什么建议的内容 propose to somebody 就固定的一个表示的 就是这个求婚的这么一个说法 Where's the ring 戒指在哪呢 是吧 这个心意也够大的 买的戒指都不知道放哪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表示求婚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说法 叫做pop the question 突然提出 pop有种跳出来 突然跳出的意思 是吧 所以说用它呢 来表示那种 这个惊喜 这个突然来到面前 惊喜来得太突然的这种感觉 I popped the question pop the question 不是说提出问题啊 这个短语就是表示这个求婚 I popped the question while we were on a vacation 我们在度假的时候 这是我突然提出这个求婚 好 那么这个求婚阶段完了之后 要同意了呢 那好 俩人订婚 这订婚怎么讲呢 get engaged 或者be engaged 这都是可以的 这个get engaged呢 更多呢 它是表示一种动作 这个呢 就表示一种已经订婚了 这个状态 那么比如说 咱们看一个例句 they got engaged in july so they've been engaged for about four months 你看这两个的说法 在这句话里边同时呈现 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july 7月份 订婚的婚 他们 这个表示7月份什么意思呢 就当时那个动作发生过就发生过了 强调这个动作已经发生过 然后接下来 so they've been engaged for about four months 到现在 他们可以说是处在订婚的状态之中 有四个月了 是吧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也是 对比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一个表示动作一次性发生过 还有一个呢 是从过去开始的一个状态 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说这个订婚 那么就得参加婚礼了 对不对 有婚礼 那么要是去婚礼 怎么说 I'm gonna have a wedding in six months 对了 这是我这个订婚之后 然后六个月之后 正是八经的 举办那个正式的婚礼 是吧 这是一个 那么这句话 比如说是女方说的 她跟她的一个闺蜜说 六个月之后 举行婚礼 这时候就问她的闺蜜了 到时候给我来当伴娘吧 伴娘这个习俗呢 其实是从西方传来的 是吧 我们看过去 这个中国人传统婚礼上 哪有伴娘 也没有伴郎 好 那么 她说伴娘怎么说 邀请别人当伴娘 Would you like to be my bridesmaid bridesmaid six months later 六个月之后 能不能够当伴娘啊 是吧 这个当伴娘 都是预定的时间的 是吧 跟人商量好 毕竟是个大事 好 那么咱们关于这个 Love and Vacation的话题 基本上就是 谈的上述的这些 那么这两句话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练习素材了 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一起 通过视频的形式 手把手的深入练习的话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一个 免费的口语练习 那么在我们的社群里呢 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展开练习 那么入群方式呢 就是大家添加屏幕上的 科夫助教的微信 由它来去引导大家入群 那么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补充几个词汇 这个tips 有什么tips呢 一个bride 新娘 然后bride groom 表示新郎 后面加上一个groom 这样的 那么新郎 大家想想 这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 就记忆它 bride 新娘 然后g gg是什么 你全当想起中文的那个汉字 哥在哪的 哥 然后room 能把新娘从外边领进来 哥在屋子里边的人 你说是谁 新郎 是吧 然后best man best man 伴郎 这个好记 然后ring bear 表示花童 然后father mother in law 表示公婆 就是法律上的父亲 或者母亲 外国人够实在的 把公婆是这么去说的 或者说岳父母 好 那么各位 我们今天关于这个love and relationship的这个话题 就大概谈了这些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